据环球网4月15日报道 2021年4月14日 中韩海洋事务对话合作机制 首次视频会议举行 会议由中国外交部边界 与海洋事务司司展洪亮 和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崔喜德 共同主持 中国外交部中央外办 国防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交通远输部 农业农村部 中国海警局等部门参加 在会议期间 中韩海洋事务对话 中韩双方代表详细讨论了 日本排放和废水入海一事 双方敦促日方 务必在与国际机构和周边国家充分协商 并在有关国家和国际机构 实质参与基础上 审慎处理辅导和废水问题 中韩双方将继续就此 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并愿同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 一道采取必要措施和行动 共同应对这一国际挑战 日本政府13日宣布 在两年内开始将辅导和废水 排入大海后 引发多方担忧 除了中韩外 俄罗斯也表达了严重关切 尽管反对浪潮巨大 美方坚持站在日本一边 称核废水入海决定 符合全球公认核安全标准 讽刺的是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本月初却发布一条 关于禁止进口日本福岛核污染食品的警示 中国核战略专家杨成军教授 13日表示 对于日本此举中韩等相关国家 可以要求国际机构成立包括中韩专家在内的国际专家组 到日本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 或者联合起来在联合国层面提起相关提案 要求日本撤回这一决定 此外 相关方面要加紧搜集环境受损的确切证据 根据国际法向日本提出诉讼和索陪